常常爭執點 就是在對孩子的管教上 阿布 你說你跟老婆 完全不一樣 我這個人對於小孩子 目前這個階段 三歲六歲 我覺得有兩件事情 我非常在意 就是教養 也就是還有 對長輩的一些禮貌 然後再來就是吃飯的規矩 現在我對這兩件事 非常重要 課業我反而不管 我不太在意 那有一次是這樣子 就是剛好 岳父岳母來家裡 然後因為大女兒就是 岳父岳母他們 阿公阿嬤疼他嘛 所以他就比較撒嬌 會在那邊鬧脾氣 平常他不會 平常他其實都是 很聽話很乖 但是在阿公阿嬤面前 他就是會大 他會大叫 那時候我當下發現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馬上就制止了他 而且我滿嚴厲的 然後要帶他去房間 那我媽 我太太就以為 我要處罰他 他就說你不要這樣子 就是這個 好好跟他講就好了 怎麼樣... 我就岳父岳母在 我也不好意思講什麼 然後我就說好 那你處理 那其實當下 我只是要拉他進房間 認真的跟他講 因為客廳太多 太人或是很雜的事物 他沒有辦法專心 聽我講話 他小孩子那種思緒 很容易飄走 所以我就想找個 安靜的地方 請他看著我 認真的跟他講 但是我老婆 似乎都覺得 我對小孩子太兇 可是我真的會兇的 就是在這兩個點上 然後我覺得比較不理解 反而是我老婆 他的兇通常都是一些 情緒上不耐煩的兇 就比如說 他正在做什麼事 三歲的小孩在旁邊說 媽媽... 他就突然不要吵 對 那通常都是這種情況 當然我也知道 他們的情緒是一下過去 小孩子停下來他就好了 但是我會覺得說 我擔心啦 我擔心 你以後小孩長大 會不會也這樣對你 你叫他 他也對你這樣子 我會比較擔心這一點 對 所以在意的點不一樣 你在家的地位 你說連貓都不如 這怎麼可能 貓都可以按時吃飯 我沒有辦法 真的 你是怎樣 你是不是看誰超要準備 你跟貓比 不是 你知道嗎 就是我在家裡 地位比小孩低 比貓低 為什麼呢 有一次 家裡來了客人 也是長輩 然後十一點多了 那我心裡想 我就提醒一下我老婆說 快要吃午餐了 等一下你要煮飯 還是我們要叫外送 我們是不是應該 差不多時間 免得到時候塞車 送來比較晚 他就問了一下小孩 他第一個就問小孩 你餓了嗎 小孩在那邊玩 哪會餓 他說不餓 結果我老婆就回頭對我說 是你自己餓吧 我心裡想 我只是好意提醒 結果我覺得好像 好啦 那如果是我真的餓了 你不用準備嗎 我的那種感覺是這樣 當下的感覺是這樣 然後事實上 等到他開始準備午餐 然後弄到好 已經快要一點 對 所以我當時 如果提醒他 他就開始準備的話 是我們大概十二點半以前 就可以吃飯 對 我就覺得 好像我講的話 都不是很重要 然後你是真的餓了 然後還有就是 他沒有把你放在心上 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覺得我不餓也沒關係 我餓也沒關係吧 對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我覺得我就是在這個家裡 好像沒什麼地位的原因 就是有一次我去南部工作 三四天 然後坐高鐵回來的時候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 我算了一下時間 我大概幾點 我看了一下那個班次 我大概幾點到 那你要不要來接我 然後當時是家裡 小女兒還在 在家裡 然後他就說 你女兒說要去公園玩 你自己回來吧 然後我就覺得 好沒地位 我只是希望你來接我一下 連這樣子 小孩要去公園玩 都比我還重要 然後我就滿受傷的 因為我心想 你也可以帶著小孩來接爸爸 然後在車站上演一出那種 就是好久不見 他想說就搭高鐵回來 對 然後就是 我幻想的畫面 或者是我們 你來接我之後 我們一起帶他去公園玩 我好幾天沒看到小孩 我可以陪他玩一下 但不是 他就一句話 回絕我 沒有 有的小孩 不喜歡坐那麼久的車 沒有 我算了車程 大概是一百六十塊左右 其實那時候住 離車站很近 你知道嗎 對 然後我就好受傷 上上個月 我在南部拍戲 然後因為那時候劇組 陸續有人確診 然後我收工了之後 其實我是可以回來的 然後老婆就 我就跟我老婆講說 我明天沒事 我就可以回去了 她說 我看你還是多待個兩三天吧 反正劇組有房間給你住 你就在那邊住 還她擔心 對 她擔心 這一點我能懂 可是你知道 接下來那兩三天 我住在那個香客大樓裡面的 很簡陋的房間裡 就一張床 然後一個L型的小走道 廁所還沒有這兩張椅子 這個空間大 然後我就在那邊 關在那邊兩三天 然後我就一個人 又沒戲拍 又沒家回 對啊 我就覺得 我在這個 我還存在大家的記憶裡嗎 我這個人的價值 到底還在什麼 就覺得很孤單就對了 我那時候 所以其實你的個性雖然是比較務實 但是你很需要家人的陪伴跟支持 對不對 你希望他們來接你 對不對 希望他們說 我希望爸爸趕快回家 我跟你們說 其實不要看我 就是好像外景主持或什麼 其實我是很宅的人 感覺到了耶 你很渴望回家 我很喜歡待在家裡 我覺得家裡是一個最放鬆 最舒服的環境 所以其實在工作上 有遇到什麼很辛苦 或是怎麼樣折磨的事情 回到家 我其實也不會跟老婆講 我就覺得到家之後 我希望大家的氣氛都是很好的 陪小孩玩怎麼樣怎麼樣 好 那常常處於有點 受傷的狀態 有沒有什麼情況 你覺得你老婆 真的把你放在心上 想想她的優點 有啦 當然還是有啦 我不要思考 不思考 完全不思考 絕對馬上想到 因為其實 這兩三年疫情的關係 然後各個圈子都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的收入也減少了 那我就後來就覺得說 我跟我老婆講 我就說 其實我的製妝或是一些東西 其實不用買沒關係 因為我米其是很多衣服 那我老婆經常就是逛街 要幫小孩挑衣服的時候 也會看到男生的衣服 她就會問我 要幫我買一件衣服 這件衣服還滿好看的 怎麼樣的 我說不用... 衣服我很多 不用 反正她要問我要買什麼 我都跟她說不用 我就讓她留給小孩去用 繳學費什麼都好這樣子 可是呢 她有一次就是 自己收了包裹 然後就默默的 她天蠍座你知道嗎 她也不會笑 也不會很開心 她就是 給妳去工作的時候穿 打開來看是新鞋子 對 很貼心 然後呢 我就很掃興 我就回了她一句說 我不是跟妳說 不用幫我買東西嗎 心裡暗爽 對 心裡其實很爽 然後她就白了我一眼 就走掉了這樣子 但其實我後來 馬上就傳訊息跟她說 老婆 謝謝妳 啾咪 鞋子好好看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很加分的互動 對 婚後的幸福時光 瑞俊妳想到是生完小孩的時候 對 我其實好像發現很多人 都是在生第一胎完的時候 是幸福的高光點 就是說 就正常生完第一胎 對 生完第一胎 正常 不是最手忙腳亂的時候嗎 可是你知道 那你知道共創生命 那真的是一個 然後而且因為我老公 其實給我很大的驚訝 就是因為他 就是我們交往的時候 我就說他不是很浪漫 就是連那種感冒 他都可以就是轉頭就忘記 因為他很務實這樣 所以老實說 那時候就我們計畫生小孩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面還有個底說 那將來小孩這個東西 他可能不是那麼的細心 然後他可能也不是那麼有耐心 我可能自己要多擔待一點 就我自己有這個心理準備 結果沒想到小孩生出來以後 就你知道就我完全就是重新認識 我老公 就我覺得是重新撿到一個人 就是說 像比如說有時候小孩 會覺得口渴或幹嘛 然後像我就會覺得說 反正馬上就要回到家了 忍一下會怎樣 會渴死嗎 他不行 他就是那種 就小孩要喝水了 馬上就車水馬龍 他都一定要趕快就是找路邊停車 馬上衝下去買水喝這樣子 然後比如說小孩 如果說什麼鼻塞 有發燒幹嘛 像有時候我們就會想說 觀察一個晚上看看 他不行 小孩子包一包 馬上就算他再困再累 他會馬上衝急診 然後比如說就是 像他工作有時候中午休息 那如果說剛好我在忙 然後我在忙的時候 就比如說就會麻煩 就我媽媽照顧一下下 這樣照顧個幾小時 然後我媽媽就會打電話 跟我講說 你老公中午休息的時間不吃飯 然後就衝回我媽媽家 他就是要陪小孩吃飯 然後看看小孩他也好 可是我媽就覺得說 是有多不放心啊 當然他不是 他就是想小孩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 因為麻煩媽媽照顧幾個小時 他很不好意思 他就會覺得說 那他回來那一小時 就是就算你看來回車程 可能他真的能夠陪到 也就是三十分鐘的事情 他也覺得說沒關係 也許媽媽可以休息一下 最主要就是他自己想小孩 那我媽就會覺得說 你好好的一個中午休息 你為什麼不好好地去放鬆吃個飯 然後像我們坐飛機也是 因為你知道小孩那個高壓 他會不舒服 那就是會有一些乘客 他可能不見得可以體諒或幹嘛 然後我老公也不想要 就是自己的小孩被白眼或幹嘛 所以他就是小孩只是 根本還沒開始哭 結果那一趟當然還好啦 只是去東京 他一路上抱著小孩 就從頭到尾站在後面 就只有在就是起飛 跟那個準備要降落的時候 他才回座 回座 回座 然後我就發現說 當然這個就是有點就是 也是幸福高光 但同時其實心裡面 也有一個小小的OS 就是說其實這個人 他不是不細心 他只是沒對你細心 對 你明明可以做得很好的 對 就是他心思之細膩的 就小孩子我都覺得說 有嗎 他有口渴嗎 他說有 小孩子就是口渴了 這樣子 我就覺得 你是從哪裡觀察到 對 先生有哪一些感動的小事情 也讓你覺得 哇塞 他很不一樣 我就想到就是疫情期間 因為那個時候 我剛好也確診 然後因為現在確診 不是可以居家隔離嗎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只能關在我自己的房間 然後我先生基本上 他就是住在客廳 然後我在房間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 他就會幫我去準備三餐 我覺得他準備三餐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浮誇 就是比如說他就是會有那種 特別製作的那種香菇 所以他自己做的 他自己做的 全部都是他自己做 他就是叫食材 然後就是親手做 就是三餐香麵 對 或者是 還有這種很高 剛剛就有什麼青椒香豆腐之類的 有的營養都有 對 然後痛檢是 他每一次就是要 叫我吃飯的時候 他就會在 大家有聽過那種叮叮叮嗎 就那種叫飯的那種聲音 他就會在那邊叮叮叮 我就知道 我就很像那貓 然後就是聽到聲音 然後就是打開房門 然後就會看到這些菜色 然後就是在我的房門口 然後甚至有的時候 他也會就準備像是牛排 等等之類的東西 或者我覺得最可愛的是這一個 感覺在五星級飯店隔離 對 就覺得就是三餐 他就是用蛋 然後就是做自己做的 很可愛的兔子 都超級可愛 還滿巧的 對 因為他知道 我在裡面很鬱悶 所以他就會想盡辦法 就是用食物來逗我開心 所以每一次我們打開房門 就是平常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剛好是隔著一條走廊 我們就會走在那邊 就是我們就會開始比 就是各種這種狀況 隔離期間怎麼感覺更幸福 真的 我就那個時候覺得 天啊 我真的嫁到一個好老公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